大家好,我是赛博净土 这个故事发生在宋代的兰溪县 在今天的浙江兰溪市 当时正值秋冬之交 那年的夏天雨水不是很多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很多水塘就干涸了 这天,张三路过一个干了的大水塘 发现岸边的大树下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他走近一看 几乎惊叫起来 原来是一具白骨 这个大水塘属于他的邻居住室 住室是本地的大户 水塘边就是住家的宅子 张三害怕被牵连 不敢隐瞒 就赶紧去向李正报告了此事 李正是古代的一种基层官职 主要负责户口和纳税 这个李正过去和住家 因为田地产生过纠纷 打过官司 对住家一直心怀怨恨 得到这个汇报 可谓郑重吓怀 他马上将此事汇报给了县令 大人 之前有传言 说住家打死过一个道人 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尸首 没有证据将他家绳之以法 现在尸首被发现了 就在住家的水塘里 李正说的这个传言 的确在坊间流传过 县令也有所耳闻 于是马上下令到住家去抓人 住家虽说是大户 但一直是耕读传家 现在只有一个少主人 和他母亲相依为命 这个少主人年方二十 还是个读书人 被抓起来关入狱中 一下子手足无措了 好在县里有几个 知道内情的小吏 为住家上诉冤情 大人 住家并没有将那个道人打死 事情是这样的 那年有个道人到住家行起 住家一向乐上好施 从未让他空手而归 可是这个道人贪得无厌 不断索要财物 住家少主人一生气 轰那道人走 那道人出口不逊 少主人年轻气盛 就动手打了他 那个道人顺势就装死 住家慌了 就想要去告关 但是那个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没有来得及 那道人看到住家 不那么好欺负 也怕事情闹大了 就只好向住家谢罪 然后就离开了 县令不动声色地 听着几个小吏说完 一声冷笑 哼 你们收了住家多少钱 这样为住家说话 如今尸首都已经找到了 还想抵赖 于是县官下令 一定要查实此事 每天严刑拷打住家少主人 这少主人一介书生 不知如何与官府相处 每天受刑苦不堪言 最后竟驱打成招了 他母亲知道儿子难逃此劫 于是焚香祷告 日夜嚎哭 引请唐边枯骨的魂魄 来到住家 向他诉说冤情 同时公事悬赏 为枯骨捉拿真凶 然而此时县令认为 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 很快就承报到了郡里 郡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 那位和住家有过纠纷的道人 我们叫他道人甲吧 此时他正在湖北湖南交界的地区 准备过湘江 然后往南去拜访恒山 一天晚上他做了个梦 梦中有人告诉他 你别急着走 明天就会有人来追你 他醒了以后 就觉得这件事不寻常 于是就没有急着出发 果然 第二天他遇到了另一个道人 我们称呼他道人乙吧 两位道人在酒馆中喝酒聊天 甲随口问道 您从哪里来呀 路上有什么新闻吗 道人乙说 我从雾州那边过来 走到南西的时候 听到市面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关于那边的一个大户 住家的案件 他家好像是被人诬告杀了人 驱打成招 现在住家正悬赏捉拿真凶呢 道人乙将听到的事件始末全都告诉了道人甲 道人甲听完一机灵 一拍大腿 哎呀我去 那个诈死的道人就是我呀 我因为敲诈住家的事 已经被殷曹地府定罪谴责了 现在他家少主人被冤 命在旦夕 如果我不去为他辩白 他要是真因此而死 那我的罪过就更大了 不行 我必须去为他证明 说着他就要走 刚走了两步 好像想起什么似的 回身拉着道人椅说 道兄 你得和我一起去才行 于是不由分说 拉着道人椅静止往东 往南西县而去 他俩路上不敢烧停 日夜兼程 到了南西县衙 向县令汇报了此事的前因后果 但县令仍旧有些狐疑 迟迟没有决定 这案子看起来又要悬着了 与此同时 旁边一个县 抓到了一个强盗 在审问过程中 这个强盗自己供出了另一起命案 我原本是个屠夫 曾经向一位客人奢买过一头牛 这位客人三天两头催我还钱 把我催急了 又没钱还他 就悄悄把他杀了 趁着夜色 把他的尸体扔到住家的水塘里 就这样 住家的案子真相大白 点赞评论关注一下吧 您的鼓励是我更新的动力 记者都看起来 看起来 咱们看看